欢迎大家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周四的市场情况 那么在澳洲方面 昨天走势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看 澳洲股市是再一次跌破了5400点的心理支撑 截止收盘 澳洲200总共是下跌约38个点 折合为0.7% 昨天再一次收在了5385点 低于5400点左右 那中国方面昨天A股指数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上海和深圳整体来说基本上有了轻微的上涨 上海方面涨了0.13% 但始终现在还是在3100点之下 深圳方面也是一样 涨了0.1% 现在也都是在11000点之下 因此到目前为止 上海已经连续三天小幅上涨 但是距离这个3100点只有短短15个点 三天始终就是上不去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欧美方面 那昨天欧洲方面呢 我们知道欧洲央行昨天晚上是发布了最新一个月的 央行利率决议 那么这次呢正如大家所预料的 欧洲央行并没有对欧元再一次进行降息 现在呢欧元依然是保持在现在的这个利率范围之内 同时呢也没有增大目前的量化宽松范围 那么在美国方面的话呢 美国三大指数昨天有轻微的下跌 总体来说幅度也不是很大 都是在0.1 0.2 0.3% 0.1 0.2 0.3%左右 所以呢 截止了到昨天为止呢 美国已经连续三周 基本上呢都是保持在18000到18500点的范围 再来看一下其他产品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黄金价格 黄金价格呢 昨天再一次下跌大约是7美元左右 那因为呢这个美元价格呢 在昨天晚上由于欧元那边不加息 而使得美元的价值大幅上扬 因此呢黄金价格昨天被压低了 大约0.6% 那石油方面呢则恰恰相反 即使是在美元升值的情况下 由于呢美国昨天出台的石油储量数据是在创新低 因此呢石油昨天暴涨4.6% 现在呢又爬上了47块6毛钱一桶 那今天的热门话题 我们来说一下昨天欧洲央行的事情 题目呢就是现在的这个不给糖也要哭 这个欧洲央行现在是陷入尴尬境地 我们看到呢昨天晚上呢 几乎全世界呢 除了美国自己的股市以外 特别是汇市和大宗商品呢 均出现了非常大的波动 以非美为主 比如说像欧元英镑像澳元等等呢 均出现了先是大涨后来大跌 黄金也是一样 一开始是上涨 但随之随着这个欧洲央行 随后的记者的招待会的发布 黄金呢也是下跌 大约是10美元左右 那昨天呢我们刚才说到呢 已经说到是欧洲央行最新一次的月度利率决议 这次虽然和大家大部分的投资者和分析师预料的一样 欧洲央行并没有采取什么新的措施 但是呢 由于之前 我们知道呢 这个欧洲央行始终给人的感觉呢 他们要扩大量化宽松的范围 因此即使现在是暂停 暂时不动 也使得欧元呢 又出现了新一步的上涨 我们知道呢 欧洲央行啊 虽然没有美国美联储的影响力这么大 它呢 也是全球四大具有影响力的机构 那除了中国之外 我们看西方国家呢 从影响力的大小来排名 最大的毫无疑问就是美联储 接下来呢 就是欧洲央行 接着是日本的央行 到最后呢 还有英国的央行 这四个机构 每一次决定加息或者降息 或者是决定量化宽松多少 都会对 首先是对于其本国的货币和这个股市 具有巨大的影响 其次呢 随着他们的影响力的大小 对于其他国家 以及全世界其他产品 金融产品呢 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 美联储就不用说了 他一句话呢 是整个世界为之震动 那到日本或者是欧洲 日本或者是英国的话呢 除了对日元和英镑有影响 那对于其他的一些日本指数 或者说与其贸易相关的国家的货币 也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这一次呢 欧洲央行虽然没有动手 但是呢 这个欧元呢 现在就是像个小孩一样 之前呢 给他糖给的太多 所以这一次呢 你虽然是没有抢回来 但是你说我不给你糖了 这个小孩呢 依然是要哭一下 这个欧元呢 就像这个小孩一样 虽然没有加息 也没有降息 但是欧元昨天呢 依然是向上 窜了一下 那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来看呢 实际上在 我们知道美国将会在9月21号召开9月份的美联储会议 那么记得上一次会议上他提到 美国很有 美联储的二号人物说到 加息并不是只有一次的可能 那么就看在两周之后 他是否能够正像他所说 在9月份就开始第一次的加息 那么我们都刚前几天都已经说到了 美国连出三个经济数据都是这么的差 他9月份能够再一次加息 那这个决心想必是得非常之大 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呢 其他国家的央行在美国动手之前 他们自身肯定呢 会先去先去等待再说 看一下老大怎么走 直线接下来呢 他们才会决定自己的步子 是否要跟得紧 还是呢 搭一趟顺风车 美元都升息了 那么其他货币理所当然 我们不用降息 也会相应的降一些 那么投资者可能会想到 我们知道这个欧洲央行呢 从去年的三月份就开始了量化宽松 从开始的600亿到现在的800多亿 但是这个效果似乎并不是特别明显 欧元也没有大跌 这个德国指数 欧洲指数 特别是德国指数呢 也没有大涨 德国指数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呢 当时从9000点 到5月份中国股市当时股灾之前的13000点 涨幅呢 其实当时也是非常高 达到了40%以上 但是很可惜呢 就是说去年中国的股灾 把世界的指数都打下来 到目前为止 欧洲方面 尤其是德国指数 目前依然是在10000点附近 直至到这个星期 昨天的时候呢 才刚刚爬回到10700点左右 所以说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 印了这么多的钱 降了无数 不能说无数次吧 降了三四次的利息 这个德国指数到目前呢 依然只是在比它 这个量化宽松之前的价格呢 多了那么7% 这个可以说 这个7%啊 对于一年半的时间来说 几乎是可有可无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很大程度上我们知道呢 量化宽松 就是把钱 把流动量打到市场上去 其目的是希望鼓励大家 投资贷款和消费 但是呢 由于地域的不同 比如说美国 美国人就很喜欢提前消费 信用卡刷得不易乐乎 所以呢 这个量化宽松 在美国实施的效果是最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 日本的相反的话呢 它的这个消费行为呢 非常保守 因此我们看到呢 不论日本央行 还是日本政府 鼓足了进 印那么多的钱 那么多的日元进去 现在甚至于日元是负利息 但日本的消费呢 就是依然是不见其色 那相对而言的话呢 欧洲是介于美国的激进 和日本的保守中间 那即使这样来看的话呢 欧洲央行这一年半的钱 印下去之后 目前市场的反弹 或者是市场的反应 依然呢 也是不嫌不淡 但是说你如果说没有用 那是不可能的 从去年的印钱到现在开始 到一年半的时间 至少像欧 像这个希腊 像意大利 这些国家呢 快两年 也没有再爆发过什么债务危机 那么另外呢 这个我们打个比喻啊 就像是现在投资者呢 在连续吃了一年半的 这个注水猪肉之后啊 你再吃正常的 不注水的啊 不打水的肉呢 反而觉得这个肉是有问题的 这就说明了 人的习惯呢 其实是可以被改变的 就像有些客户一样 你投了一万块钱买股票 做黄金啊 或者是做外汇 一开始亏了一千块钱呢 是心惊肉跳 晚上睡不着觉 到后来呢 可能一万里面亏了八九千 连亏了八九千四五天 七八天之后呢 看着也习惯了 这个时候如果亏八九千 再回到了亏到五千 心情反而会大好 那这个量化宽松 或者经济刺激呢 其实就是一样 现在人们的习惯 投资者的习惯 已经被宠坏了 那你这个时候啊 开始停止注水 开始不再量化 那么人们的预期是 将会严重的 达不到原本人们的预期值 换句话说 那么股市就会暴跌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市场的最新情况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方面 澳洲指数呢 就像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昨天我刚刚说到 五千三百五十点的双底 如果能够守住 那未来还有戏 这话刚说完呢 到现在今天早上呢 这个底就被打破了 那这也意味着呢 澳洲指数目前呢 有可能是再一次继续下探 这下方唯一可以称得上是 有一点支撑的作用的价格呢 就是目前日线级别通道里面的 五千三百三十五通道下方 如果连这个价格 在今天下午四点钟收盘的时候 依然被打破的话 那么澳洲指数将很有可能 向下继续冲击 因此今天我们白天可以参考的 短期交易的策略呢 可以考虑在五千三百三十跌破之后 在五千三百二十八的价格 挂单卖出 当然如果你保守一些的话呢 做长线则需要在日线图跌破 两天之后爬不上去再去做空 那如果我们反转一些 反手买涨的话呢 今天短期的策略 需要考虑价格再重新回到了 五千四百一十点之上 再去考虑买入 再来看一下这个 澳元对美元汇率方面 澳元在昨天晚上呢 也是经历了从零点七七三零 下跌一百个点 回到了零点七六三零附近 目前呢 澳元在一小时图上 依然是得到了支撑 零点七六二八左右 二五那边是支撑线 现在是再一次的反弹 所以我们今天总体来说 在短线可以逢高 就是以高点 冲破了高点以后 再继续追高 换句话说 就是在零点七六六零的价格 挂单买入 那么前期另外零点七六一五下方 零点七六一零呢 我们同样也可以挂单卖出 那这是保守一些的卖出 如果你要激进一些的话呢 不妨也可以在今天 跌破了今天最低价 也就是七六三五的话呢 就先走一步挂单卖出 再来看一下美国油 美国石油 石油价格应该说 它的短期趋势是非常的难以判断 那我今天呢 用的是四小时图来帮助大家 判断这个石油趋势 石油价格在今年六月份 曾经六月初一度达到了51块6 最高价 随后呢是向下走 在八月15号的时候呢 冲破了向下的通道 从新第二轮开始反弹 一直保持到六月初 那么六月初的一直 那一直保 这个八月15号的价格呢 一直是维持在六月初向下斜下来的下跌趋势 这个趋势线之上 那么从现在的价格来看呢 现在啊 如果我们对于石油来说 现在的价格啊 只要没有跌破 目前的大约是在啊 这个是48块啊 如果能够不破 现在的这条线 大约滑下来呢 大约是在40 看一下是在47块2左右 没有跌破47块2 我们暂时不要去做空 买入单呢 依然是可以挂在今天的创新高价 创新高以后的价格 大约是48块1毛5的话 再去考虑进场 最后来说一下黄金价格 黄金在昨天呢 是再一次跌破了1342这道支撑线 目前呢 跌到了一小时通道线的附近 由于黄金的变化也和石油一样 近期是非常之大 因此我们总体以关键价格来做参考挂单 我们今天的参考呢 可以考虑在1343的价格 挂单买入 同时呢 在1333的一小时通道线之下 挂单卖出 当然如果你保守一些的话呢 需要在1333价格跌破两个小时以上 再去进场卖出 在最后 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在白天11点30分 中国已经发布了年度的通胀数据 到晚上呢 澳洲时间晚上10点30分呢 加拿大会发布他们的失业率数据 因此今天晚上 以加元为参考的货币呢 将会有很大的波动 大家需要小心应对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下周再见 GoMarkets每日财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